行駛在內側車道 突然間右邊車道的女騎士 連人帶車倒在地上 公車駕駛閃避不及 直接壓過去 車身晃了一下 嚇得趕快停車 路過民眾發現後 幫忙指揮交通 同時在現場放置三角警示牌 避免二次追撞 救援員抵達後 立刻將女騎士送醫急救 最後還是宣告不治 追撞到一輛正在停等紅燈的汽車 整個人往左倒 結果遭到後方公車直接輾過 二十七歲的石姓女牙醫師 十四號晚間下班後 從診所騎車回家 半路發生意外 警方事後將公車駕駛 依過失致死罪送半 死者家屬接到二號連夜北上 死者父親說 女兒在家中排行老妖 在學校成績優異 牙醫師畢業 實習結束後獨自北漂 到新莊一間診所上班才七個月 沒想到下班途中出車禍 距離她的租屋處不到四公里 想到女兒才剛當上牙醫師 不到一年就意外身亡 家人悲痛的心情難以平復 立刻宣言吳俊仁 黃金門新美式報導 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